今天是土地正義行動聯盟 成立的記者會 這些權貴們的土地優先是徹底的套空台灣 而且傷害嚴重侵蝕了我們的民主制度 我們成立了這個聯盟 就是希望能夠來一起來對抗政府這些破千 要有民主的土地正義 要能夠來改變台灣現在這樣子 持續不斷且惡劣的破千政策 土地正義 拯救台灣 拯救台灣 整個所有台灣的破千議題 所有台灣的個案 都在孤軍奮戰 甚至從民將上台之後 破千的議題 破千的問題仍然不斷地在發生 這次總共聚集了23個團體 這次23個團體呢 他們的背景 有原住民 有客家人 有福老人 然後有所謂的外省人 所以呢 是有多元的族群的 不管你的職業 不管你的族群背景 不管你的政黨傾向是怎麼樣 你都會共同遭受到這樣子的一個土地越來 但是長久以來 台灣並沒有出現一個就是 集合了各種議題 各種土地受擴礙者的 這種團體的出現 所以我們希望 藉由這一次 這個團體的成立 然後我們 包括我們所有土地 上面也遭遇到問題 都市跟西媽 土地徵收 市地重化 村村改建 還有國有土地上面被破千的人民 還有原住民 保留地沒有落實的問題 我們希望集合這些問題 大家一起向社會 向我們的政府發出怒謊 那以我個人的經驗 我雖然幾乎喪失生命 過去有這麼的NGO 這麼多的朋友來幫助我們 幫助我讓我海村留下來 我要將這一份力量 跨被昏的力量 我不再跪 不再流淚 我要把它跨被昏而易耀 來幫助未來 以及現在 正在被國家 理財到破壞的人民 我要協助他們 一定會在這次的選舉 我們會提出清楚的主張 然後會有具體的行動 來爭取我們應該要有的權利 以及爭回台灣的民主 努力徵收 勢力重化 故事更新 還有很多非正規附居的一個破千 造成了台灣出現非常嚴重的 國內濫民的一個課題 我們政府 往往是把土地 視之為只是一個經濟生產的要素 而忽略 土地其實是人民安身立命 不可或缺的生存的基本的人權 而這樣的土地人權 不應該被主政者 被政府 財團 建商 地方 派系 而來剝毒 這絕對不是 站在我後面 旁邊 這些朋友們 他們 個別的問題而已 所以可以發現 類似的問題 一個 接著一個 由北到南 由東到西 一個 接著一個 不斷的 出現在台灣的社會 這是一個結構性的問題 這也是一個制度性的問題 在這樣子的土地掠奪制度下面 所受到傷害的 並不只是我們這些 第一線的受害者而已 其實如果我們從根源來看 為什麼台灣會有如此多 從南到北 那麼多 而且不斷冒出來的這些土地掠奪案件呢 這裡面的最根本的根源 事實上是在於 我們今天這個民主制度上面的缺陷 我們可以看得到 每次選舉的時候 這些候選人 他們都花大筆的金錢去進行選舉 事實上 如果透過他們的那些 薪水啊 是根本就沒有辦法迷補的 所以最快的 在他們四年的任期裡面呢 能夠進行回收的 其實最簡單的就是透過 像是改變地墓啊 徵收啊 重劃 都市計畫 都市計畫 然後甚至呢 進行一些工程建設 那土石的買賣 土石的廢土的那個填補柱之類的 這麼多的方法來進行回收 所以他們會是需要這些土地遊戲 不管合理不合理 繼續然後在台灣各地發生的 政府他就進行浮爛的工程建設 他們所提出來的這些 所謂的公共利益 事實上是完全不堪檢驗的 這些建設所造成的這個財務的負擔 確實要由我們全民所共同吸收的 山川的水泥化 就造成非常嚴重的環境的破壞 這個也是我們全民所共同分擔的 或者是政府他 復旦的發放這個建幣率 容積率這個樣子 事實上也是破壞我們整體的生活環境 所以這個土地掠奪的問題 土地遊戲的問題 雖然表面上好像是 這第一線的受掠奪的老百姓要承擔 但事實上卻是由全民所承擔的 而且在為了他們要去遂行這樣的目的 他們在整個制度還有程序上面 可以我們不斷的看到非常嚴重的侵害人權